二愣子扬言要杀死未来的老丈人 不料下一秒 老板却死在他面前 慌乱惊恐中 他竟帮老板拔出脖子上的刀 但此时想要重新插回去 已经找不到口子了 再三比划 最终他还是下不了狠手 这下算是说不清了 他浑身沾满血迹跑出办公室 来到外面却突然洋装震 把刀放进口袋里 然后一步三回头冲进电梯 可结果 真正的凶手 此时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 只见他纵身一跃 钻进了天花板内 眨眼间半程送水工 顺利逃脱 警察很快趕到现场 开启全程搜捕凶手 二愣子一口气 逃到十米外的桥 打算在这里 神不知鬼不觉 丢掉作案工具 好巧不巧 掉在巡逻的警车上 这下完了 人脏俱火 铁柱吓尿了 慌忙逃窜 然而 警察并没有追捕他 因为他们已经找到真正的凶手 原来老板办公室里 有隐藏监控 警方掌握了案发经过 知道铁柱不是凶手 都没搭理他 可铁柱不知道啊 他认为自己指定 被人当成杀人犯 无法洗脱嫌疑 路上见到警察 就像猫看到老鼠 东躲西藏 他认为 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也不安全 万一被人看到就完了 于是便取出 钱包里仅剩的30块钱 其余的银行卡呀 身份证啊 统统丢进垃圾桶 他开启了逃亡之旅 打算买一张去墨西哥的车票 请问 25块钱能去哪 室内一日游 那我把手表抵给你 换一张去墨西哥的车票 可以不 另一边 警方公布了案发现场的视频 发出通缉令 真正的凶手都梦了 这他奶奶的腿 哪来的监控啊 杀手趁夜色偷了一辆吉普车 朝墨西哥的方向逃窜 要说这杀手和铁柱之间的语分 简直妙不可言 他们相互瞅了一眼 杀手根本想不到 铁柱将是他职业生涯中 最大的阻碍 杀手一脚由门先窜了 然而 铁柱根本就看不见他 而是满意地 欣赏着自己的严实 警方再次发布新消息 杀手偷了一辆黑色吉普车 发现得也太快了吧 这辆车是不能再开了 杀手只好弃车而逃 而铁柱则在半路 被司机赶下车 原来那个黑心售票员 收下昂贵的手表后 只给了他一张 去墨西哥的半程票 司机还好心给他指路 前方左转翻过一座山 50里后右转 再执行30里 就到墨西哥旁边的沙漠 祝你好运 铁柱在荒郊野林走夜 筋疲力尽食 却意外发现 杀手丢弃的吉普车 他满心欢喜地 开车来到附近的旅店 用仅剩的25块钱 开了个房间 但他狗狗碎碎的行为 却引起老板的疑心 这不是通缉令上 丢的吉普车吗 这是个杀人犯 老板立马打电话报警 很快 铁柱也看到了报纸信息 现在警察办案效率 都这么高的吗 今天早上偷的车 昨晚就被发现了 铁柱气疯了 筐筐撞墙 恰巧杀手就住在隔壁 还以为自己被人盯上 谁知警方此时也敢 包围了这里 铁柱眼看无路可逃 便故作聪明 用浴巾包住大脑袋 试图从警方眼皮子底下开溜 警察望着荒诞的眼睛 都没有阻拦 因为凶手身材魁梧 明显不是他这种戏狗 但旅店老板却不干 警察叔叔快抓住这小子 我伪装成这样也能认出来 铁柱看自己暴露 当着一众警人的面 撒腿就跑 在警察眼皮底下 该怎么开溜呢 蒙上一块擦脚布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大摇大摆 从警察面前走过 非但没人拦 他们还会像看傻子一样 纷纷盯着你 除非你根本不是 他们要抓的人 楼上的杀手 也以为警察是来抓他 便主动出击 对着警察框框放枪 打死你个鬼祟 铁柱还以为是在打他 随即来了一波蛇形走位 心想这下子弹就瞄不住他 杀手翻身一跃跳下来 趁乱抢了一辆警车逃窜 铁柱继续前往墨西哥 刚打算想跳上火车 却不料戏狗泰姆翻过了 掉进玉米地 好在列车长窜息 才让他有机会爬上火车 逃出来的杀手 看到这一瞬间顿悟了 这家伙原来是特工啊 于是他连忙给雇主打去电话 说有个特工 带着警察到处抓他 原来铁柱是一名公司小职员 以拍马批混得风生水起 把老板拍得很舒服 老板打算把小女儿嫁给他 未来公司也要交给他继承 任命那天 老板宣布 公司未来的继承人是铁柱 身边的胖子 铁柱彻底猛了 原来胖子喜替老板 大女婿一职 老板一高兴 便把铁柱 逛到九霄云外了 铁柱气愤极了 在公司放言 要杀了老板泄粉 他不甘心 感觉被耍了 怒气冲冲 要找老板理论 不给继承权 女儿总要给一个吧 一通发泄后 最终还是怂怂的 向老板道歉 半天不见回忆 不料 老板已经被刀了 他上前查看情况 把刀拔出来 却发现 已经塞不回去了 而凶手背后的雇主 则是刚刚被任命 继承人的胖子 他计划多年 只等着总裁 宣布接班人之后 故杀手干掉总裁 自己上位 可当杀手通知他 自己被特工盯上了 胖子差点笑差气 他就是一个二愣子 一点威胁性都没 可杀手不信 多次巧合 让他坚定了 自己的第五感 他决定先干掉特工 而铁柱 则躺在车厢内 奄奄一息 原来他偷吃了 车厢里的罐头 这些过期罐头 比他的年龄都大 就这样铁柱 被送往医院 杀手也跟到医院 想要干掉他 铁柱醒来 担心再次被抓 于是偷了 隔壁大爷的衣服 嗯 还不错挺符合气质的 杀手伪装成医生 刚掏出小刀 打算出手 不料这时警察 冲他们走过来 铁柱以为是来抓他的 连忙找掩护 警察同事 心脏病犯了 让医生抢救 殊不知 杀手只会杀人 哪会救人啊 果不其然 人没救活 而警员还贴心地安慰他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杀手想要到外面找静静 趁机溜了 经常睡觉的人都知道 开车途中 突然睡着了 也许是患上了是睡症 女孩开车时 撞向数墩 醒来后 发现铁柱受伤了 说啥也要带他回家处理伤口 唯恐晚会伤口 就自己愈合了 就在刚刚 铁柱从医院逃出来后 一路狂奔 在荒郊野里 搭上免费的顺踪车 却不料 差点折在大花手 在大花家 看到肉罐 他都吓骂了 再听到大花他爹说 自己的银行 瀕临破产 穷的只能吃罐头的时候 铁柱立马亮出 自己金融系 初中毕业的学历 他一本正经地说 可以倾囊相助 无奈只能死马当活马 谁知道银行内 有个虎视眈眈的农场主 早已等待多时 他督促银行早日破产 好买下这块地仰 恰巧当晚农场主 看到电视新闻播放 凶案现场经过 可他只看了前半段 就迫不及待 窜腾附近居民 到银行取钱 并宣扬银行窝藏凶杀犯 与此同时 杀手也一路追踪到这 混乱引来了警察 大花见识不妙 拉着铁柱就打算私奔 殊不知 这正中杀手下怀 杀手终于成功劫持铁柱 还用枪逼迫大花来开车 兄弟 我劝你最好放弃这个念头 长路漫漫铁柱 不禁吐槽 通缉画像竟和我天插地 杀手都快被他蠢呼了 这好像是我本人吧 铁柱瞬间顿武 还没来得及解释 大花的行车是睡正 又犯了 我就说吧 让他开车不太行 与此同时 大批警察围堵住他们 杀手言丑无处可逃 带着人质爬上高台 威胁警方 你们的特工在我手上 料你们也不敢开枪 眼看杀手即将动手 铁柱嘻嘻哈哈蹦到后面 吸引杀手注意力 大花趁机使劲筒杀手伤口 呲哇一声 杀手掉了下去 千钧一发之际 铁柱伸出手抓住他 怎么会迷上你 我在问自己 这个就是爱情 杀手随即被逮捕 铁柱得到了一百万的悬赏金 他打算用这笔钱 拯救大花家 濒临破产的行 毕竟银行以后 还得他来继承啊 真正的喜剧 都是巧妙的嘲讽套路 简单冲动的笑量 环环相扣的情景 才会让观众笑得更大声 感谢观看